现在是在泰国拍摄卡尼尔的护护饼的广告 身为卡尼尔新一季产品水润凝护保湿精华的代言人 刘亦菲最近前往泰国拍摄广告 虽然泰国景色宜人 但是忽情忽因的初秋天气 让刘亦菲当天刚刚开始拍摄就有些措手不及 身为卡尼尔产品的代言人 刘亦菲白皙的皮肤自然是她的招牌 为了让皮肤不会在户外拍摄中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刘亦菲当天也非常注重保湿防晒 这个真的是很保湿 这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皮肤就是补水是最重要的 所以像这种胶状的东西涂上又不会觉得油 然后又觉得很深层的保湿 就有一点防晒霜 而刘亦菲保养皮肤的另外一个秘诀 就是每天坚持做运动 我觉得锻炼的话人有出汗啊 然后你的身上活动开了以后 就会觉得整个人感觉很精神 有跳舞啊 然后跑步啊 健身啊 然后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身为卡尼尔的代言人 仅有焦好的皮肤还不足以胜任代言工作 作为一个国际化妆品牌 卡尼尔此次的拍摄团队集中了中、法、泰、日等多国工作人员 连发型师都是为泰国公主做个造型的著名发型师 国际化的工作团队对于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的刘亦菲来说 交流配合显然不成问题 为了达到精准的拍摄效果 拍摄团队对刘亦菲要求甚高 一个画面反复拍摄多次 这丝毫不亚于拍摄电影 而刘亦菲在水池边的一个镜头 可是让她倍感挑战 为了体现品牌特征 刘亦菲拍摄两天的装束 也是她很少尝试的成熟造型 和她以往的小女生形象大不相同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OLE 但是也很年轻啊 就正好是她们的试用服 职业装、高跟鞋 穿着这样的衣服每天拍摄近12个小时 自然非常辛苦 但刘亦菲也是有备而来 瞧瞧她自备的运动鞋和拖鞋 还是挺聪明的吧 前景下我拍的是特鞋啊 所以这样就比较舒服一点 经过两天来的种种挑战 卡尼尔新一季产品的广告片终于出炉 刘亦菲和团队的努力也最终有了成果